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解等等 我们看第一个 欲心 贪念的意思 欲望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 瑟德 瑟德 说服的意思 那么第三个 纳德 纳德是什么呢 说服啊 为了让这个职员们呢 接受 为了让职员们接受 所以呢 它说明了啊 那么第四个呢 迷量 是刚才我们讲过的恋恋不舍 眷恋的意思 我们再看一下第五题 会社 公司呢 职员的这个方便 潮念是方便的是便利的意思啊 那么余恋 为了职员的便利 那么关心卦啊 关心和什么呢 它不啊 不不舍啊 就是非常的对职员关心和什么 那么第一个呢 恶恶 恶恶呢是意志啊 那么第二个呢 赫嘎 赫嘎呢 是这个许可 是个汉字词 那么第三个呢 批难 批难是这个什么呢 批评或者是刁难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四个呢 赫料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讲过了 配率 它的汉字是配率 什么是配率呢 表示关心啊 关心体贴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跟这个关心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第六题 讲的是什么呢 那么那个公司呢 开搜楼 开搜楼越来越的 劳萨 劳萨什么呢 劳工和这个老板的 雇用主和雇用人的 什么意思呢 表示这个劳资关系啊 劳资关系呢怎么样呢 变得严重了 那么第一个呢 化合 和解 那么第二个呢 粗化 粗化是调和 第三个呢 凯登 凯登呢我们在第一个课就讲过 表示什么呢 表示矛盾的意思 纠葛啊 所以呢 凯登 那么那个人呢 切得了 判断하기于射能 基于啊 表示为了 为了很好的判断那个人呢 怎么样呢 什么样的东西呢 不能带什么样的东西啊 带有什么样东西呢 带有偏见啊 那么哪一个是偏见的意思呢 第一个呢 参蒙尔성啊 参蒙尔성呢也是一个名字表示呢 忍耐心啊 那么这个参大是忍的意思 那么参蒙尔성表示呢 忍的这个性格 第二个呢 参蒙尔성 表示呢 创意性啊 第三个呢 成立感 表示呢 先入见 啊 先入为主的偏见 所以第三个 射立感 是正确的 第四个呢 贼金感啊 表示呢 责任感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 第三个选项 射立感啊 都 가져서는 안 됩니다 啊 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第八道题啊 친구들의 부추김에 瞬间적인什么 으로 그 우스 사토に 후회 된다 那么 친구들의 朋友间的什么 부추김에 부추기라 那么 부추기라 是一个动词表示呢 啊 吹 吹出的意思 或者助长的意思 那么后面加这个谜呢 把它变成了一个名词了 부추김에 因为呢 朋友的这个助长了 所以呢 瞬间的一个什么呢 으로通过一个什么呢 啊 买了这个衣服 우스 사다 사토니啊 토니呢 表示什么呢 做过一件事情呢 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发现了我后悔了啊 후회 된다 那么这里填什么呢 第一个 去向 去向呢 是取向啊 表示什么呢 爱好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希望 表示希望 第三个呢 主根 表示条件 第四个呢 冲动啊 表示冲动啊 순간적인 冲动으로 可 우스 사토니 후회 된다 所以第四个选项呢 是正确的选项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下面的第九题啊 クエチャップ 正确的 嗯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名词就讲到这里了 每一份 수고하셨습니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